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总整理了一下 倪森宇是如何被两个女人和人传警方逼到绝路的 倪森宇事件的事件中 首先,倪森宇事件会出现两个女人威胁诈骗倪森宇 一个是从事件一开始就出现的声色场所女市长 也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 瞎掰基地也那个的女人 另一位是与女市长在同一家声色场所工作的酒店女Limo 因为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有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Limo 就搬到了女市长同一层楼的楼上 据了解,两个人是从女市长以吸那个罪 Limo以诈骗罪在监狱见面的时候开始关系变得非常亲近的 但是有一天,有诈骗前客的Limo用Telegram隐藏身份 假装自己是黑客 1,我知道你在XXX威胁女市长勒索了钱财 已经有过XXX前客的女市长 为了给黑客钱,就联络并威胁了实际上与自己有一起吸那个的艺术家 但是,你威胁我,说要让我被拘留吧 我自首了 既然自首了,我打算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我星期五要去接受调查 我会去汇建你一次的,哈哈哈 你自首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好做吧,万岁 没想到这位艺术家马上去自首 所以威胁失败了 接着需要钱的女市长就把视线转移到乙层游身上了 虽然她也知道自己的希娜尔跟乙层游完全无关 但真相对她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黑客知道什么 就算说姐姐XXX对乙层游也没什么影响啊 不要故意去刺激她 确实是 要不我先打电话给乙层游哥哥 说我被黑客威胁 已经被骗走了5000万怎么样 不不要 拜托千万不要 所以到这个时候为止 整个事件跟乙层游都没什么关系 只是女市长自己在被威胁 所以打算要骗乙层游跟她要钱 而女市长的友人还在阻止她 总之为了拿到钱的女市长 开始威胁乙层游说 家里被黑客设置了窃听器 他们知道我和哥哥的事情 不给钱的话他们就会实际行动 那明明知道乙层游跟希娜个没关系的女市长 是怎么威胁乙层游的呢 我们来听一下被曝光的乙层游与女市长的通话录音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 但是喝醉后做了那个 然后女市长为了以防警方的调查 漂白了头发 用快速检测自己进行了XX测试 虽然漂白了很多次头发 但测试结果还是显示了阳性 她也将这结果传送给了友人 然后也约有人透露了自己的烦恼 因为我要休息 所以要拿到3亿 拿到3亿后不交给黑客 嗯 潜水一个月 但如果不给黑客的话 乙层游怎么办 就变成傻逼呗 如果姐姐拿了3亿后投走的话 哥哥会够你的 XX姐姐也说3亿太过分了 说5000万就够了 去他妈的 这女市长已经打算拿到钱就跑路 却在与乙层游通话的时候 假装自己是担心乙层游 而乙层游为了平息这个事情 就给了女市长3亿 让他交给威胁犯 也让女市长写下了字条 而不知道威胁犯 就是住在自己家里楼上的 李某的女市长 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李某 虽然女市长说 拿到钱就会跑路 但他实际上 也为了将钱递给威胁犯 去到了现场 不过威胁犯没有现实 女市长对乙层游方表示 因为黑客是胆小鬼 所以没有出现在收钱的地点 黑客好像不是有什么威胁性的存在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料 而没有拿到钱的威胁犯 再次发短信给了女市长 让她把钱交给住在楼上的妹妹 整理一下就是 黑客发短信给女市长 要她把钱交给楼上的妹妹 到了这个时候 才觉得不对劲的女市长 在去了李某家之后 偷偷确认了李某的手机内容 才发现原来威胁犯 就是自己的闺蜜李某 最终女市长没有将钱递给李某 也没有还给一层游 按照原本的计划 投入了 没有拿到钱的威胁犯 也就是住在楼上的李某 开始亲自威胁李某一层游 她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我要让她做监 请你回去回收给了女市长的钱 要不然我会将从女市长手机中 拿到的通话录音全部公开 16分钟的录音里 有出轨 人品等内容 希望不要因为 一层游的酒家女 毁掉了李某演员的名誉 给我两亿就好 明天下午6点之前 回收后再联系我 但是 已经拿出3亿 没有那么多钱的李某 只给了威胁犯5000万 而已经气到不行的李某 就拿着女市长的头发 亲自到警察局报案 也将女市长 漂白阳性反应的照片 提交给了警方 就这样 女市长被逮捕了 然后 因为乙层游没有再给他钱 在乙层游离开前一天 李某将16分钟的通话录音 发送给了媒体 在媒体公开录音没多久 乙层游就 从乙层游事件爆发到现在 媒体报道的有关 乙层游与女市长私生活的内容 都是住在楼上的李某 因为没有拿到钱 而发送给媒体们的 然后在乙层游离开一天后 警方发表逮捕了威胁犯 逼一个人到绝路的单亲妈妈李某 抱着孩子出席了警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那个女人即使漂白那么多次 仍然测出阳性 而乙层游没有漂白 几乎提交了身体上的所有毛发 结果成阴性 看来她真的没有吸那个 真是可笑 乙层游一收到威胁耳向警方报案了 但警方没有去抓威胁犯 反而持续追查乙层游 你们这还是检察和警察吗 哎 简直就是个混混们 人一走第二天就抓到了威胁犯 这是什么荒谬的事情 如果一开始就抓到了威胁犯 那乙层游会离开吗 把一个人逼成那样 现在在傻傻的收拾后果 媒体和警方真的太过分了 现在不是有没有去声色场所的问题 问题在于警方 一 仅凭前科者的话 没有对艺人进行内部调查 更别提基本的实时核查 就直接将其当作毒品犯向媒体泄露 二 没有任何证据 就强行进行调查 三 每当出现无罪证据时 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 就将与此事无关的出轨外语等证据传送给媒体 看聊天记录就能知道 乙层游和XXX没什么关系 是吧 这是有多冤枉的事情啊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一想到乙层游事件就觉得恶心 以婚男子去年进的酒家女家 吃着安眠药睡在一起 虽然离开是令人遗憾的 但如果他没有去那种地方 没有见酒家女的话 就不会遭到这种事情 这是自作自受 对于乙层游事件的总整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